出發前往貴州前 慈禧們進行兩天的課程模擬 直到要面對的是大山裡的留守兒童 大多為隔代教養 活動安排也有巧思 那他們就會戴著厚厚的手套穿著 然後就會體驗爺爺奶奶 他手會抖的那種感覺 這本蘋果樹與男孩的立體書 要一次一句念給孩子們聽 就是也學會感恩 然後也了解就是父母在外面 可能為我們付出了很多 那只是為了讓我們的孩子 可以過得更好 按洗手錄然後把手搓 護專畢業的張慈涵 則是希望能夠學以治幼 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專長 然後帶給他們 就是平常的衛生習慣 然後跟健康的這一塊 全球慈禧大專青年 國際交流活動陸續展開 慈禧們從課程安排 到教材製作全都自己來 七天大勝孫空 除了貴州團在桃園禁思堂 將前往印尼的慈禧們 也是提前來報到實際演練 國小老師也是慈禧學長的黃漢青 在旁指導 我希望說是因為我的經驗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教學的技巧 分享給弟弟妹妹 讓他們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可以更快的上手 今年的學員長王品祥 正是第二年承擔 今年的經驗 所以今年的整個集訓的過程中 就是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去省思自己說 人啊 宇宙也不夠好 善用暑假出國付出 也給自己的青春留下難忘的回憶 大愛新聞 真善美之工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观看